歡迎收看今集的恐怖時事件又來了 今集在Edmond身邊有這位靚靚師傅 在視頻上好像看到一些這麼標誌 這麼有看頭的女師傅 這位師傅就是陳玉芝師傅 你好Edmond 陳玉芝師傅是一位泰國法科師傅 你認識很多泰國的法科 都學了很多年了? 差不多十年了 十年時間 從學到現在做師傅加上十年 是的 十年時間 其實都經歷了很多事情 今集真的很想去講一件事情 因為我也是第一次聽 原來陳師傅竟然間 怎樣說呢 是嫁給了一個泰國的陰神 這件事是怎樣的? 其實嫁給泰國陰神 因為泰國明昏你聽得多 但跟這裏有些不同 因為我這個神本身是有二千多年歷史 但不是很多人都知道他的存在 是我們這一派的師傅 一直一代一代地傳下來 所以他比鬼再高一級 但他又不可以說是一個未去到神級 但他總之高於鬼 我們只可以這樣說 什麼名字呢? 叫做古戒嬌 古戒嬌? 泰文叫古戒嬌 大家都可以看一看他的樣子 其實也有點恐怖 是的 其實香港絕對沒有人認識他 但是泰國有很多人認識他 例如一些四大的銀行員 他都會認識他 因為他們現在拜開的神 都有拜他們 所以其實他在某些有錢人眼中 他都是一個常拜的陰神 拜神或者拜陰神都可以 我都聽過很多 但為什麼要嫁給他 這是什麼事? 因為嫁給他 其實是一個緣分 因為我第一眼 在五年前我第一眼拜 那時候是未嫁給他的 我嫁給他 是一年零三個月的事 之前是拜他 作為一個徒弟去拜他 但我第一次見到他 我很喜歡他 我跟我師傅說 我想請他回家 行不行 但那時候因為剛剛拜 他說你無法介入他 不是每個人都可以請到他回家 要問他願不願意 然後我拜了他幾年 初初拜的時候 求的小事 慢慢全部都很快就可以 另外有些時候 差不多拜了兩年的時候 我剛開始做師傅回到香港 我說我所有事 我說的事 我希望他保佑我順利 或者可能是出名一點 其實很順利 整件事 是啊 拜沒問題 他給你的事 都是一種家業 我就是不明白 為什麼要嫁給他 我突然有一天發覺 我很喜歡他 我喜歡他 喜歡到我可以 用我的一生的幸福 來覺得 我願意嫁給你 而且我這一輩子 是不會再結婚的 哇 這樣的承諾 是啊 但是出自然 不知道為什麼 我很想嫁給他 我想問其他泰國人 都會不會嫁給他 會 他不止我一個老婆 很多老婆 是嗎 但是他二千多年歷史 他的老婆太多了 即是說他有傳統的 即是那些女人可以這樣嫁給他 可以嫁給他 沒錯 然後就有一個承諾 但是利益嫁給他 你就不可以再結婚了 即是你跟他是一個有一個 agreement 在那裡 但是他會給你一些聘禮 但是這個聘禮 不一定是錢 可能是他會 保護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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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或者是某一些 某一些理想 和他之間 你想要的東西 他會給你的 說到保護 原來你早前發生了一種意外 是啊 車禍 是嗎 很神奇的車禍 就是我駕駛一輛車 晚上凌晨在highway 走一百公里的時候 然後無端端 我的車都是一些歐洲車 是不容易散的 但是整條連結 飛了出來 我剛才給了一些照片給你看 是沒有可能會飛出來的 車身在highway發了兩個圈 然後發了到剛剛的停車處 但是我後面全部都是貨車 變成那些貨車被我 就撞在一起 反而我的車 車身不單止沒有冷 只是一條連結出來 人又沒事 但是反而後面的人 就會有事 這樣 聽你這樣說 你這個老公 真的在你身邊保護著你 不過要有這樣的承諾的話 大家也要三思 想清楚 其實泰國真的有很多所謂的神 或者去拜 去供奉 我比較認識的是 四面法 或者象神 其實很多演藝界人都喜歡 或者知道會拜象神 等下師傅講講 其實原來不同行業的人 拜不同法相的象神 都有特別的意思 是啊 例如好像有些是跳舞形態的象神 很多娛樂圈的人都很喜歡拜他 因為很多人都說他是主宰一些娛樂事業 表演 表演 或者是idea creative 等等的東西 有些可能做正行正業的 office 就很喜歡拜一個 站在那裡的象神 正態的象神 或者站在那裡 或者坐在那裡的象神 做正門正行生意 另外一種就是三個頭的象神 三個頭都有不同的意思 亦都主宰一個戰神 即是奉戰必勝的意思 很多偏門的人都很喜歡拜三個頭的象神 是 所以看著節目的朋友 你看看 如果你相信象神 這個神明可以幫到你的話 原來其實可以選不同的一個法相 沒錯 是更加專門地 希望可以達到你的效果 是的 OK 謝謝師傅